荷兰逼不住了 找欧盟替他出头 德国相当无奈 帮了你们 我们也会跟着遭殃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淑君 欢迎收看严淑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欧盟想替荷兰出头 波雷利已经遭殃 同样的话 中国不说第二遍 中国限制家者相关金属的出口后 果然有人坐不住了 最着急的是荷兰 但荷兰人非常有意思 他们不敢直接跟中国掰扯道理 反而找上了欧盟 荷兰政府喊话欧盟说 鉴于欧盟在贸易政策方面的权威 希望欧盟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跟中国交涉 翻译成大白话 欧盟你是老大 这事你得替我出头 荷兰找欧盟出头 中国反而笑了 为什么呢 我们看看欧盟是怎么替荷兰出头的 欧盟的出头就一句话 希望中国能出于明确的安全考虑来实施出口管制 这话说了等于白说 因为中国进行出口管制的理由跟美国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同样的话 中国不说第二遍 你要是觉得中国的理由有毛病 那你得先质疑一下美国 欧盟敢质疑美国吗 不敢 所以这句出头的话 说了也不会有人当回事 荷兰很生气 每年的会费没少交 怎么一出事就不中用呢 德国很无奈 其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 如果中国进一步扩大对稀有金属出口的限制 比如说扩大到里 那德国也会遇到大麻烦 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这忙真帮不了 帮了你 我们也得跟着遭殃 事实上 欧盟的部分官员已经遭殃了 比如说欧盟外长傅雷利 前几天 欧盟外长傅雷利的访华安排被中国第二次拒绝 为什么拒绝呢 这个节骨眼上访华就知道你肯定要替荷兰出头 来中国掰扯出口管制的事情 所以我们提前把门关上 现在不方便 下次再来 其实感到着急的不仅仅是荷兰 日本和韩国作为这两种金属的主要进口国 在中国宣布实施出口管制后 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 讨论应对方案 而美国虽然表面上很淡定 但已经有一些美国公司开始准备申请书 请求中国批准相关物项的出口 不过相比于这四国政府的焦虑心态 西方媒体好像非常的硬气 有媒体说 这可是大好事一见呢 西方正好趁此机会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打造自己的产业链 实现去风险化 还有媒体说 中国这是商敌八百 自损一千 没了西方客户 中国就会失去在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 得不伤失 这两种说法真把我给抖笑了 首先 中国出的这招西方根本无解 要想时间加的大量生产 有两个硬性要求 一是有电解铝的产业链条 二是有大量廉价的电能 这两个条件就注定了中国在加金属产品领域的垄断地位 宛如泰山 这的情况也差不多 西方没人能搞得了 所以借此机会摆脱中国依赖 是一种很天真无知的说法 其次 中国的加合者的出口管制很有针对性 根本伤不及到自身 第一 是因为加合者的全球产量也就几百吨 每公斤的价格在200美元到1300美元之间 也就是说 中国实施出口管制 顶破天 少赚几亿美元 无伤大雅 第二 是因为加合者的主要买家 恰好就是美国 荷兰 日本和韩国 最多加上德国和法国 对加合者实施出口管制 是针对美西方的一次精确反击 对中国在全球市场的地位不会产生影响 其实 从西方的反应 我们也看得出来 中国这次反制是结结实实地打到了他们的痛处 敲到了他们的关键要害上 现在就看谁先撑不住了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对 黄尔 韩国金融 追击